这个男孩一出生就活在泡泡里 因为他天生没有免疫力 一点小细菌就能要了他的命 住了四年医院 男孩杰克才搬回了家 妈妈对他呵护有加 小孩扔个气球不来 就直接拿刀戳爆 杰克的房间更是豪华 全密闭塑料罩 西梦斯大床垫 还有两只绿色大手套 妈妈没完给他讲完睡前故事 就会用这大手套狠狠地抚摸他 从小到大 杰克都只能生活在这个大泡泡里 每天不是读书学习 就是只能看新闻联播 孩子见杰克整日待在泡泡里 还会故意扮装嘲讽他 还向窗户扔石子 但妈妈总会拿着大水枪吞走他们 有次老爸给杰克送辆自行车 妈妈都大骂这是想害死孩子吗 而为了儿子的健康 杰克几乎只能吃没味道的纤维饼干 父母就在旁边吃大餐 16岁生日礼物 别家孩子都是车 他就拿了把枯炫惦记他 但他也照样谈得开心 杰克以为自己这样就已经很满足了 可直到这天 隔壁搬来的一个女孩小弟 杰克当时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每天假装擦窗户 在那悄悄描对方 而正直青春期 懵懂的杰克忽然就立了起来 他却单纯地以为自己要没命 久而久之 小姨也注意到了这个泡泡男孩 他登门拜访 一进屋就被地上巨大的塑料管给震住 他走进房间 虽然从未见过这样被困在泡泡里的男孩 但心里却对杰克充满了兴趣 只是从未和外人聊过的杰克 小姨说自己也爱读书 杰克却说自己也爱他 还脱口叫对方婊子 因为这是妈妈教他的 不过小姨却不在意 反倒主动聊起了其他话题 两人还约定 明天要一起弹吉他 等小姨走后 杰克还趴在塑料膜上 久久没有缓过来 妈妈更是喷上消毒剂 不停擦墙 生怕外界的细菌 会害得儿子没命 这是杰克生活在泡泡里的第16年 由于先天没有免疫力 接触到一点细菌 就会要了他的命 虽然杰克长相俊俏 还一头沙马特 但他总觉得自己没有桃花月 直到遇到了小姨 她的生活就像被点亮了灵灯 两人会一起弹吉他眼中 杰克在泡泡内 小姨在泡泡外 虽然隔着一块膜 但他会用那双大手套 主动抱着对方交起弹吉他 小姨还会陪他在屋里晒日光玉 会帮他剪头洗头发 圣诞节时 还送了他一只困在泡泡里的小童鼠 这晚小姨喝醉酒找了过来 他想让杰克给自己一碗 还想通过消毒馆进到泡泡了 和其共赌凉宵 虽然杰克也爱着对方 但他实在是怕自己会没命 只好隔着塑料膜守护着睡着的小姨 之后小姨也明白 两人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 便找了一个真正的男友 介绍给了杰克认识 杰克强装镇定 难过地为他们送上祝福 看着亲密的两人 他不明白 自己到底要被困在这塑料泡泡里多久 然而最坏的消息来了 小姨告诉他 自己三天后就要结婚了 婚礼就在镇子外的教堂举行 杰克心情跌到了谷底 他将对方送来的泡泡数还了回去 但小姨又送了份礼物过来 等到他走后 杰克打开礼物 那块九块九包油的水晶球鱼 却写着挨老虎油 他瞬间明白 自己一定要夺回爱人 杰克自制了一件泡泡服 接着划开困了自己16年的塑料膜 却一不小心从楼梯摔了下去 好在父母不以为然 没有发现儿子的逃离 随后杰克打开门 但宽肿的泡泡服一下就抢住了 他用尽全力 和草地来了个亲密接触 他终于逃出来了 踩到狗屎都直呼过瘾 他在夕阳下拼命奔跑 原来这就是自由的感觉嘛 现在就等着找到小姨了 16年来 这是泡泡男孩的第一次出门 他要去找爱人 可刚走到马路 就被一辆大巴撞了 好在这泡泡服质量上乘 他啥是没有 大巴里的人纷纷下来看他 并愿意在他一乘 可车开到半路 杰克却说了句 我的泡泡服很大 你们挤一下 结果他直接被半路丢下 接着他又徒步在荒漠走了一天 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车男 而机车男看似一脸凶响 但听到杰克要追回爱人 他直接同意再骑一程 半路他们来到鲁城赚油粉 机车男却输光了钱 绝望之际 杰克竟抽中大甲 骑着小电驴就独自启程 可他驾驶技术太差 直接出车祸撞飞天 泡泡却正好把他弹进了火车里 里面有着一群怪胎 原来都是马戏团里的人 老板则是这个小猪如 杰克一看到对方 直接就笑开了花 诸如不爽 把他摁在地上摩擦 结果一个反弹 诸如飞天倒地闭眼去见了老妈 之后杰克又换了其他工具 再次出发 路上又遇到了一个开雪高车的阿三 对方热情地答应带他去找女友 结果却不慎撞死了一头路 虔诚的阿三更是守在地边祈祷 没有办法 杰克只好继续徒步前行 这回他又搭上了一辆真老爷车 谁知开了一晚上 这老头居然睁着眼睛就睡着了 汽车一个失控 杰克都不知是第几回被撞飞天了 但更离谱的是 之后老头居然开着辆飞机就找了过来 杰克被载着穿过瀑布 终于赶到了女友小姨的婚礼现场 然而为了爱人 她却脱下了泡泡服 为对方献上了一吻 接着杰克因为接触了空气 直接倒了下去 小姨拼命呼喊着他 此时父母也赶了过来 妈妈气不成声 但爸爸却说 让妻子告诉杰克真相 谁知妈妈说了句你没死 杰克却忽然睁开了眼 原来他在四岁时就恢复了免疫力 但妈妈不愿这肮脏的世界毁了儿子 便一直都在欺骗着他 杰克虽然很生气 但也理解妈妈 而既然杰克不会领电灯 那么和小姨的这段爱情 也可以正式开始了 真是心疼被抢婚的新郎啊 故事最后 杰克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 都来参加了他的婚礼 泡泡男孩终于不再孤独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泡泡男孩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